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计论 有时你不需要特别去期待 也不需要特别去强求 也不需要特别需要可惜 缘分一到自然就会出现 就像我们今集哲学有计论一样 与各位施主的缘分到 那就是讲一集佛学有计论 跟大家讲讲佛计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持拍档和嘉宾 其实都是大家见过的 就是阿Chill 还有阿余 还有就是我们观众Encore最高的陶生 我们今天就请了他们来跟我们Encore 讲一下佛计 其实很有趣就是我们的节目叫哲学有计计计 其实这个计计是真的在佛计计里来的 我们今天就真的谈计计计 那这个计字其实一般就是讲佛理 佛家的义理 笼统这样讲 或者一些四句计计 一些特殊表达佛家义理的形式 但是我们后来就引伸了讲聊聊 就是普通讲话 广东话会有时不法讲 我们今天真的讲 juego 不只讲话 还是讲佛计计计计 做了三季之后他有计计计计计 今集终于真的讲我 对 或者從一些日常的現象開始講佛學 就是我們近期流行講佛 講什麼呢?就是講佛系青年 經常網絡有些流傳 就是我們做人不知如何是佛系法 經常都這樣講 但其實佛系青年講什麼呢? 挺有趣的,我當然不懂法學 我上來跟幾位學習 但為什麼我覺得佛學很有趣呢? 就是好像阿全這樣講 其實近年我們經常都會見到佛系 或者佛學這些字眼 其中一個經常會見到 就是網絡上流行的一些說法 叫做佛系青年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會見到一張圖 然後譬如說你去考試 你就不要積極去溫書 就不要去寫書 就不要去做練習 緣分一到,試就自然會合格 其實這個當然有些氣弱的成分 就是開玩笑的 但另一方面,我又覺得挺有趣 因為反映了某一些文化的印象 譬如我們想 為什麼他們叫佛系呢? 不叫做余系 或者是道系 而是佛系呢? 那多少它就可能把握到一些印象 就是佛學 大家就覺得是講緣分的 不要那麼執著 不要去積極強求一些東西 然後等時機一到 那些東西就會水到渠盛 自然會完成了 有一個文化印象 所以我第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這樣去理解佛系 或者佛學的印象 是不是真的把握到佛學呢? 好像很頹廢 什麼都不做而已 好聽一點就等於緣分 難聽一點就頹廢 什麼都不做 我想有些道理 其實佛教 如果我們看他創始人 即是釋迦茅尼 或者叫佛陀 或者叫做釋尊 有不同的稱呼 他本身的主張 給人的感覺 不是對於現實世界 有太過主動 或者積極的投入 或者介入 對於世俗的追求 譬如剛才說考試那些 的確不是他的用心所在 因為原本的佛陀 他身為一個王子 即是風衣足食 但是他都決定要尋求一種解脫 我想可能是從這個方向 或者精神很有關係 當然我也不認為佛系青年那些 是一種準確的對佛教的詮釋 但是可能是把握了某一種方向 我不太明白這個佛系青年 我們過時可能 我想佛教有一個特點 他有捨離 於是說可能我們這個時代裏面 頹慣了 或者客氣慣了 給個好一點的名字 就佛系青年 我想是這樣的意思 不過我有個疑問 按照我們現在的生活 很繽紛、很豐富 我們的手機一年都可能出幾個新型號 我們出去購物 商場有很多選擇給我們 一個這麼繽紛、這麼充盈的時代 為什麼會好似 大家是不是有些空虛 想要尋求佛教的啟示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 我想阿超的意思是世界這麼多姿多彩 但其實佛家也有一定的吸引 我想不少人對佛學有興趣 例如我們收到節目的意見 也會想聽聽佛 問題是為何佛學在現代 我們現在五光十色的世界這麼吸引 就是那個精彩之處是哪裏呢 佛學 我想有一個想法 就是這個時代 用我們常常說的米蘭坤德拉的說話 輕不著地 生命中不能誠實之輕 我們不是很沉重的 我們沒有那麼多失業 或者是一些叫飢荒、戰亂 這些沉重問題 但問題裏面就是 我們自己又好像很迷失一樣 所以很多人可能是想透過佛教 好像跟這個世界距離遠一點 令到自己好像找到一點點意義 我想在這個特別在一些發達一點的城市 那個物質比較豐盛 但反而人的心靈就空虛 有很多時候不知道怎樣安頓自己的心 佛家是其中一個出路 去讓我們去找回 到底我們應該怎樣去尋求一些意義呢 出世還是入世好呢 但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樣去理解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佛教或者佛學比較吸引 其實很多其他宗教都應該會有類似的功能 佛教或者佛學 比如相比其他宗教 基督教或者道教或者其他宗教 它有什麼特別之處 是在眾多的一些 為我們人生有指導立過定向的方向上 這可能就是第四節的結論的時候 緣分一到第四節我們會說 不過剛才其實阿裕提到兩個詞彙 佛學和佛教 這裏可能先要釐清一下 陶先生 我釐清 因為… 全釐清 我問這個問題 因為好像有些不同的 例如佛教是一個宗教 佛學似乎是一些關於佛經的道理的一些理論 而其實可以做一個區分 我們會覺得就是… 好像是兩樣東西來的 而我自己說一下自己的見解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來哲學是開一個佛家的課 我們其實不是在做一種宗教的儀式 或者一種宗教的修煉 是我們正在讀一些佛學的理論 我自己覺得有甚麼分別呢 就是… 我想第一個分別就是佛教比較強調的那個相信 是信仰來的 宗教總是一定要有信的成份 但如果我們讀佛經 佛學的理論 我們可能… 因為在中哲學 我們批判的成份多些 我們想想它的義理為何成立 它的理由在哪裏 而我覺得這是一個質重點的問題 當然佛家…佛教的人當然都可以批判的 都可以抱有種進步的思維 去批判他們的理論 反過來讀佛學的人都可以相信的 但我覺得是一個質重點的問題 是那個… 即宗教和一個學問之間的那個重心 那個關懷在哪裏的問題 是… 可以補充一點的 佛教始終是一個宗教 它很重要的東西叫移軌 就是很多儀式 或者是有些實踐的方法 最出名的那些綠道 報師 或者是精進 忍辱 或者是忍辱等等 那這種是有一個修行的過程 包括最重要的禪定 但我們讀佛學 可能佛學它有一個特點就是 它是我們想抽取它 跟其他的哲學一些共同的論點 例如是靈魂的問題 佛教不贊成有靈魂 或者是佛教對這個世界來源的說法 它跟基督教很不同 又或者佛教對生命怎麼看 也很不同 但是它始終有一些普遍性的問題的時候 那就可以變成一種我們叫對比 甚至是一種討論 所以陶先生的說法似乎佛教比較著重實踐 佛家佛學比較著重這個理論層面 如何回應到一些普遍的哲學問題 而當然也是一個質重點的問題 或者有一個名字叫佛慧相收 我們講佛學講慧那邊 智慧那邊 如果是從佛教徒來講 是重視福慧兩邊的 我們是偏面一點的 我自己的理解就是這樣 首先從一個比較一般性的層次說 其實即使是講宗教也好 你裡面的信徒 他不會完全關掉了他的理性 你一樣會問的 你在信仰裡面 你一樣會碰到一些理性的疑惑 你都會去追問 所以其實我相信就算是宗教 都一定會有理性思辨的一面 第二個層次就是 如果到佛教這個層次說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形態 就是他原本其實 他的創始人佛陀本身 他都是那個思辨性很強的 譬如他經常都會說 為何我們會有煩惱 其實那個恩由 最根本的恩由可能就是 因為我們缺乏了智慧 所以你看回一些 最原始佛教時期的佛經 佛學經常都說 我們要得到一個真實觀 或者真實正觀之類 他的認知性 或者思辨性本來就強 所以這是一個特別的宗教的形態 使得為何經常佛教和佛教哲學 或者佛家哲學 好像是關係比較密切 因為很多時很多得道的真人 本身都是一些很出色的論辨者 例如唐三藏 就是很厲害 天台中的智者大師 就是本身理論也很強 實踐也很強 所以兩者好像分不開 但是我剛剛聽到阿超提到 例如他看到 要找到一些對這個世界正確的認知的佛家 我想開始進入這個佛學的討論 就是到底佛家關心些甚麼呢 為甚麼他要正確地認識這個世界呢 就是我們錯了在哪裏呢 錯又怎樣呢 即是常識性的層次 究竟錯了在哪裏 我們經常都錯的 對這個世界的認識 就是我們看到海事神流 都是一種所謂的錯誤認知 但有甚麼問題呢 就是看到一些錯誤的東西 但不影響到人生 我想佛家的關懷在哪裏 為甚麼會這麼重要呢 覺得要有正確的認知 我想佛陀他最初的說法裏面 有三個觀念 我經常都覺得是比較關鍵一些 他無常即苦,苦即非我 當然第一個入手的當然是苦 這個是我們很容易感受得到的 不過我佩服佛陀的地方 就是他不只是停留在一個感受上的苦 他追究這個苦的來源是甚麼 所以他講到一個地步 就是你不要只以為感受上的痛苦是一種苦 其實感受上的快樂都是一種苦 譬如我很口渴 買了罐汽水一喝 很解渴 好像很快樂一樣 但是由於他觀察到的 就是這個口渴而喝到罐汽水 其實是很無常的 這個快樂 即是你下一刻 可能你過幾個小時 你又再口渴 接著再口渴的時候 你剛巧沒有省紙 買不到罐汽水 那你又是很慘 所以這個這麼短暫的解渴的快樂 其實都是由很多條件去促成 所以由苦透入到所謂無常 即是我們所擁有的東西 我們的快樂 幸福 健康 青春 其實都是會流變的 在這個流變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是沒有任何的主宰能力 所以這個就是無我 這三個觀念我想是他精彩的地方 我想為什麼來無常這麼慘 是因為我們希望恆常 我們渴望恆常 我們渴望經常喝到可樂 我們渴望總是可以得到喝可樂的快樂 但是事實上就不是 事實上世界就是很無常的 我沒有保證的 你下一秒未必一定能喝到可樂 所以我們才會覺得這麼嚴重 所以我們進入了 關於佛家如何理解生命現象的苦 我們下一節繼續回來佛學有計談 看看佛怎樣說 言份又到了 我們又回來第二節節學有計談的佛學有計談 剛剛阿超提到無常、我、苦 這些概念 阿余就好像有些問題想問一下 剛剛阿超提到無我這個概念 佛學有三個重要的概念 苦、無常、無我 而無我這個概念特別觸動到我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本身讀西方的哲學 其實我這個問題 是一個他們想了幾千年的一個重要哲學問題 就是怎樣說到一個自我的同一性 有我 並且這個我在殊別流變的經驗中是同一的 而其實某以下是很貼近我們的常識 就是我們覺得十年前的我和現在的我都是同一個我 或者我們經常都有的例子是我們去銀行拿錢要簽名 難道你說這今日的我和之前開戶口的我不同 所以簽個名,他又不讓你拿錢 我們覺得很荒謬 報警抓他 沒錯 所以其實自我的同一 或者有的我 是一個一方面是很常識的 或者是一個我們日常需要有的概念、觀念 另一方面是西方自我 很希望去證明的一件事 有我的,有自我的持存 但是阿芝剛剛提到 其實佛學就反過來,說無我 其實那個原因和背後的想法是怎樣 我想其實最初佛陀的用心 就不是真的在一個傳有論的角度去說 究竟有我還是沒有我 他比較反而像一些生存論 或者我們活著的應有的態度 我解釋一下 就是說剛才講到苦 原來為什麼我們會苦呢 因為我們不了解到無常的真相 我們經常都會覺得一些東西 它是可以保留的、可以保存的 是我應份擁有的 譬如我們為了保留自己的青春 我們做很多事情,打針 但是最後發覺效果不太好 很失望、很不開心 其實說到底 可能就是我們要認識到青春或者美貌 它本身就是流變 而且這個流變當中 其實我是沒有辦法主宰的 所以我相信佛陀比較 初初比較關心的是一種 就是我們的生存、活著的態度的問題 所以無我應該是一個修行的一個結果 或者一個目標 本身就不是說客觀世界 究竟有我還是沒有我 不過在佛陀之後 的確那個佛教哲學的發展 真的去了討論一個比較傳有論的問題 我相信這個跟佛陀本身 他所使用的論證都有關 譬如他怎樣去論證 證明無我 他就說你的生命 無非可以拆成做五個東西 就所謂五韻 適受想行適 既然適,我們的肉身是不恆常的 我不能操縱的 所以這裏就無我 沒有主宰力 既然五韻也是 一切都無我 這個論證的形式都幾有趣 就很比我們五夜廣場 每一集 科學也好看 寫科也好看 證明整個五夜廣場都很好看 他的論證方式是這樣的 我覺得他從這種論證形式 是會開啟往後的佛教哲學 往一個傳有論的角度去思考 是 不過有一點補充 即是說 無我可以一個很簡單的 修行實踐的表現 這是我一位朋友顯風法師 很喜歡說的例子 他未出家之前 就去某個超級市場裏面 買一些日本的水蜜 水蜜圖 很貴的 很貴的 誰知道 拿出去到卡塔的時候 就跌爛了 當然不買 問題就沒什麼問題 但經過了幾年之後 他又再買 這次就沒有跌爛了 就拿到回家 當開雪櫃的時候 就又跌爛了 他說有一個很重要的警告 就是之前 在某某超級市場裏面的水蜜圖 他不覺得是肉赤 爛了 但是回到家的時候 就肉赤 這個就是有我 和沒有我分別 就是說有我相 因為我覺得這些東西是屬於我的 就有煩惱 有煩惱就有執著 可能墳教從這樣的角度說 就不是說一定沒有自己那麼簡單 所以可能有 跟西方的關懷的重點有點不同 不是說事實上是否真的有我 是說叫我們放下我執著 不要常常執著於自我 這樣可能我們做人會快樂一點 不要覺得那些東西是我的 因為我們損失了 沒有了 我就會很傷心 但如果我們不會覺得那些東西是屬於我的 我們就會舒服一點 不過補充 我補充一點 可以回到阿魚的問題 其實在佛陀再生的時候 的確是有人已經是從這個角度去問他 即是他將無我理解成一個 傳有論上面的主張 就問佛陀 那無我哪個輪迴 一直在問 會不會其實輪迴 那個輪迴主體是這個東西 佛陀說不是 或者他選擇不回答 這個其實阿魚的問題 但是我相信在他在生的時候 也是有關注的 是的 的確有的 但是因為 剛剛這樣說 說了很多類似無常 無我 苦的概念 而我們知道其實佛教 佛學傳流了這麼久 其實很多不同的概念 很多明相 有沒有辦法來簡單一點 一句 就可以把握到佛家的精神 到底在哪裡呢 例如 這些我比較擅長一點 幾句話五分鐘講完 好 就是緣起聖空四個字 就是佛教的最大的一個特點 是他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我想跟中國 跟西方都不同 不是說相信這個世界實在的 但是他有一個概念叫空的 空這個概念 最重要是不要了解成為 好像emptiness 他只是沒有獨立自性 每樣東西不是獨立存在的 那麼他有一個特點來講 就是 為什麼我們會當一個例子 我通常這樣講 是我的花園裡面有一張玫瑰花 一件這樣的事件 它不是一個孤零的事情 是一個event來的 一個事件 這棵紅色玫瑰花在那裡 恩恩向榮 它有一些主因 它的因可能是那顆種子 有一些座源 陽光 雨水或者泥土那些東西 每樣東西合在一起 才令到這個花恩恩向榮 甚至你可以講得複雜一點 就是為什麼你喜歡紅色玫瑰花 不喜歡黃色呢 每樣東西本身都有很多條件 那叫做恩緣 恩是主恩 緣是座緣 而另一部分 由於每個事情都是恩緣和合而成 所以他本性 他自己來講 是空的 空的意思就是不獨立存在的 是依恩代緣 好像剛才說的玫瑰花 如果不是我喜歡紅色玫瑰花 不是因為有陽光、雨水、泥土 不是因為有種子等的東西 它根本就不會存在 所以佛教這個 我們通常是大乘佛教特別喜歡講 尤其是龍樹菩薩講的那個 般若學 我們經常喜歡講 讀般若那個 讀般若學 就是喜歡講這種方式 你透過這樣去看到這個世界的存在 就是一種真相的開始 這是一個世界觀 因為我想這種想法 其實跟我們一般看世界的方式很不同 很不同 就是我們看一些東西就是獨立自存 那些東西 但是剛才你的說法就是 不是啊 是聖空的 什麼叫做聖空 就是你不要覺得這個東西是獨立 自己就在 它是因為有很多不同的條件聚合 然後才令得它存在 這個就是緣起 也是聖空的意思 但我想再問多一步就是 這樣看世界這樣又怎樣 就是因為這樣就好像 說一種我們對於世界這個事實上 是怎樣的認識 但是跟我們的實踐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我知道 OK 說我知道這個世界 就是很多流變 然後就是很多條件聚合而成的 但是跟我的人生的實踐有什麼關係呢 好像我只知道這個世界是怎樣的 我想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佛教 剛才開始說苦是一個核心觀念 那苦是怎樣來的呢 或者叫煩惱是怎樣來的呢 本身就是因為我們本身 將這個世界看成固定性 用剛才顯宏法師的例子說 就是你將那些水蜜桃看成我的 你就想擁有它 就有所謂貪真癡這些要求 於是當你失去的時候 患得患失 你就會痛苦了 那麼它大概用這個原則說 就是一切的煩惱痛苦本身 其實都是因為我執 或者執著了固定了下來 所以在一個實踐過程裏面 就是你要看到這個世界 每樣事物的本相 這個本相就是實相一相 所謂無相即是完相 它真實的相的方面 就只是一樣 就是沒有任何的特相 那倒過來講 呼應回剛才那裡 開始講講講 我們哲學的本領出來 就將一些很普通的東西 說得很複雜 就是余相 余相即是所謂的本相 或者等等的東西 就是只要你能夠放下它 是一種是屬於我的 或者不屬於他人的一種 擁有感的時候 你就能夠看回它本來的面目 這個本來的面目就是一種空 空本身就是一種存在的本相 這個我想最微妙的地方裏面 法教根本就是想取消實相 取消實在的世界 我想有兩個問題 就是剛才聽陶先生的說法 但第一個就是 我想釐清一下究竟 緣起聖空 或者是所有東西 都是把它看成為一個恩怨和合 這種想法其實 跟譬如我們日常常說 那些東西其實是有很多因果關係 扣連而成的 譬如為什麼這裡有個杯 當然是背後有很多因果鏈 不是說實學那種因果鏈 而是譬如科學 他們很想找一些背後的一些規律 或者是一些事件之所以發生 之前有個原因 譬如我扔個杯到地上 所以就導致杯爛了 是可以在這個意義上去理解 科學的所謂因果關係 和剛才陶先生所說的 原起聖空 世界觀 有沒有什麼不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可能之後再討論 第一個問題先來 第一個問題 問題都很複雜 等完份 我簡單講一個方式 就是科學的方式 我們叫做葛沙尼 因果律 因果律佛教都有討論的 在習阿康吳經裡面提到 二時醫生 二是差異的二 醫生就是說 前面的事情發生之後 影響後面的事情 這種單線的關係 就是一種因果關係 例如陽光出來 杯雪高溶 這個是因果關係 佛教喜歡講因緣 因緣一方面講主因助緣 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 所有事情的方面 是多因多個聚合在一起的 並不是一個單一的方式 例如我們四個人 為何坐在這個室室 當然有我們偉大的導演 邀請我們 又要我們爸爸媽媽生 又要我們懂得行路 之類之類的 很多條件 所以我們不是一個因果關係 不是因為我們讀過佛學 就會在那裏講一些佛教的問題 更加重要的就是 這個關係裡面是業力不可思議 業是事業的業 就是說很多種條件 那方面的和合 多到我們根本釐清不到 為何你爸爸媽媽生你的時候 你會讀佛學呢? 為何他們生你的 你信了基督教呢? 為何我沒有宗教呢? 之類之類 每樣東西都好像有原因 但這個原因太複雜了 複雜得業力不可思議 即不可思想 不可辯論的意思 或者等遇到第二個問題之前 我很快地釐清空的概念 剛剛帶出了 我上課最喜歡用一個例子 就是觀音有很多形象 其中一個形象叫水月觀音 就是說它坐在一個郊外 動起腳 就好像蹲大排檔一樣 其實看著一個水中的月 其實這個就是想表達空的意思 因為空是一種存在的狀態 就是一個無實體性的狀態 就好像水中的月一樣 你不能夠說它不存在 因為你兜口兜面看到 但你找手罵它是罵不著的 所以它沒有實體性的純現象的存在 就比我們現在聚會在這裏 都是暫時性的 即是緣分一散 那一會兒我們就回家 所以其實我們好像看到 佛家這一種對於看世界的方式 其實是很特別的 他可能覺得我們一開始認知錯了世界 所以他才會覺得我們強調 認識世界本身是怎樣 我們的因緣都到了 時間亦都到了 我們下次繼續《至何有繼傾》 第三節《至何有繼傾》 剛剛我們講了很多關於緣起聖空的理論 阿瑜是不是還有一些問題 還有第二個問題 沒錯 其實我做這個節目之前 都做了一些功課 當然我不懂法學 但我調查了一些字眼上的意思 因為我看到佛這個字 很多時候原聲的意思是解覺者 即是他們醒覺了 或者是觀察到 或者是把握到這個世界的實相 然後佛陀就是第一個去把握到這個世界 譬如是因緣無合 或者是緣起聖空 這些世界的實相的人 但另一方面就是 其實我們理性上都還可以追問 就是他發現了這個世界 原來應該是這樣理解的 應該如此者般地去把握 但另一方面就是 我們還可以問世界為什麼是這樣 即是他怎樣來的 一方面佛教或者佛學 總是一種宗教的意味 譬如西方宗教和基督教 他們很著重的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要找一個上大 一個神 一個全能的創造者 去解釋這個世界的起源 其實佛學或者佛教 會怎樣回應 或者面對這個類似的問題 我想可以分開兩個層面 阿瑜的問題 第一就是萬事萬物的起源 在哪裡來 即是西方基督教就是有一個上大 佛家他怎樣說呢 第二個層面就是剛才我們說起聖空 總之因緣無合聚散而成 但問題就是我們怎樣解釋面前 這裡有個杯子 怎樣解釋呢 即他會怎樣給一個解釋他呢 他都實的的在這裏 不是空的 所以我想可以從這兩個層面去講 這個那麼淺的問題粉是超大的 謝謝 我想第二個問題 真是淺 是嗎 深的問題是交給屠先生 我講第二個問題 即是如果一切皆空 為甚麼眾生總是看到一切不空的 為甚麼我的戶口那些錢是這麼重要的 即是小個崩都不行 我的戶口就是很空的 即是我想這個 不純粹是一個全有論的問題 可能都是講一個跟生存比較有關係的問題 我相信在大乘佛教裏面 剛才我們有提過元起聖空的 是般若學的主張 大乘佛教裏面 大乘佛教裏面 大乘佛教有另一支都很重要的 叫唯色學 我覺得它是比較容易回答到這個問題 即是如果一切皆空 為甚麼眾生總是看到 所有東西是這麼實在的 這麼想擁有的 這麼認為它應該是行常不變的 因為唯色學總是擅長 從一個負面的角度入手 即是說 提出的一個系統叫做白色的系統 基本的精神就是 其實你看到的現象世界 是我們的心色或者心靈 所提供出來或者變現出來的 其實這也很違反常識 即是你為甚麼會看到眼前有隻杯 你從一個實在論的角度說 就是它當然有一個實物在 然後我就通過光 就有一個視覺的感知 但它反過來說 其實我所看到的東西 是由我們白色裡面的眼色 所提供出來的 聽覺的現象就是由耳色 提供出來的 所以眼耳被竊心意 就解釋了現象世界 但這樣還未夠 即是綠色其實在原始佛教佛陀的時候 都有講的 但唯色學就再加多 至少加多兩個色 第一個色就是第七色 它們叫抹拿色 抹拿色就是自我的提供者 即是為甚麼我們會有一個 我的感覺 即是如果你看電影 你只能看到影像 和聽到電影的聲音 你為甚麼會得出 現在我在看電影 這個我從哪裏給予出來 它就說是由第七色提供的 就是抹拿色 都很周傳 現象世界是解決了 自我的來源都解釋了 但也未夠的 還有多一件事 就是為甚麼我們現在可以聊天 還有為甚麼我們會有回憶 為甚麼我們會有某種性格 譬如我不吃海鮮 那為甚麼我會不吃海鮮 你只用頭六個色 再加上第七色 都解釋不了 那就去安納第八個色 它們叫做抹拿爺色 抹拿爺色 就是基本上 就是頭七個色 解釋不了的 就交給他第八個色 去解決 抹拿爺色 它基本的意思 就是好像一個倉庫 它就是收藏了一些種子 譬如我現在突然間 陶先生叫我回答一個問題 有一些種子 就收藏了這個抹拿爺色 到下一次 可能兩天之後 有人問我這個問題 我就有點怯了 因為我被陶先生命令回答 有點害怕 這些種子 在下一次 就會再發生影響力 這個就是所謂八色系統 為什麼我們會看到一些虛幻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實在的東西 它就用深色辨現去說明 可不可以說多一些 辨現的方式 是怎樣辨現法 就是為什麼我們的眼睛 辨現到什麼 因為很奇怪 其實不奇怪 就好像你做夢 你做夢根本沒有實境 但是為什麼你會做夢 就被人追殺 要逃跑 其實都是你的深色辨現 或者用原始佛教 就是佛陀在生的時候說的 集安行經 有句話 他說這個世界如兩束爐 互以不倒 好像兩束爐偽草 你捱著我 我捱著你 客觀的世界 例如是那些色聲香味觸的東西 跟我們眼耳鼻舌身 是互相捱著的 例如當我們沒有生命 只有眼球看不到東西 我們有內在生命的感官 另一方面 外在有某些吸育的一些屬性 於是結合在一起 就產生紅色的感覺 產生感覺到一個空間的距離等等 這就是一個獨立佛陀飯 佛學的思辨性很強 維式學其實當時在印度 都有人去挑戰它 剛才阿全的問題問得不夠尖銳 其實當時的版本更尖銳 他說如果所有東西 都是我們的深色辨現出來 為什麼你吃那碗飯會有飽的感覺 當時的維式學者 他講了一個我人生聽過其中一個最爆的論證 他說不出奇的 你吃那些假的東西會有飽的感覺 其實就好像你發一些耳夢 你都會夢為 所以假的東西都一樣可以產生一些 很現實很真實的一些影響力 所以我叫這個論證做夢為論證 夢為論證 阿全有些東西想分享一下 很多經驗 我想追問一點點 因為剛剛講到 之前我們講的佛教很講無我 就是我沒有辦法 放在原理聖空的框架裡面 就是沒有辦法去把握一個磁存的我 另一方面剛才又會講到白色 那白色可不可以說就是一些磁存的東西 或者是某一些實相 某一些實在的東西 即現象界可以變幻可以無常 但是白色是不能夠消散的 這個是深的這個問題 所以有不同的解法 有一種解決的方法就是 其實剛才只是一個比喻的說法 柯賴形式好像一個碗一樣裝著種子 實質上沒有一個碗在這裏 就是一個種子的伏流在不斷地流邊 有一種處理方法是這樣的 不過我自己覺得都不是算最… 所以都是無我 在這個意思下 好像是某一種意義的無我 是 因為大乘佛教很想講到 其實這個存在界 並沒有一件事是可以行久不別的 因為那個無我 不是真的沒有一個ego的意思 那個我應該證明了excel 就是沒有一個獨立的excel 好像這個杯子一樣 我們看上來有圓或者有某些顏色 其實是我們的深色裏面 跟它對應的時候所產生的效果 就是我們普通讀西方思學 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其實我們所見到的世界 好像這張桌子一樣 你看到好像啡色或者正方形 但換一個角度其實未必是這樣 其實是一個現象來的 可能是粒子星雲 是的 或者是顯微鏡下面它粒粒粒粒粒的 用這個意思之下 它就是相對於我們的感官 或者某些條件 這個又回到剛才的條件 就是緣起 就是這麼多條件和合 而產生那個結果 但是我們不明白這個這樣的緣起 就會執實了 它是很重視那個所謂執定 執成這個杯子是我的 不是你的 這些錢是我的 然後就產生煩惱了 這個就叫顛倒商 我想這個就是 剛剛阿超和陶先生都提供了一些理論 去解釋 為什麼我們會看到這隻杯是實的的 真的有在 但是如果回到最原初的問題 就是 在這個人類的歷史 或者整個宇宙的歷史 世界的起源裡說 那這些事情是怎樣來的呢 就是 是的 剛才的深的問題 這個這麼深的問題交給陶先生 他大乘起信論有句話想回答這個問題 看成不成功呢 他說 無此時來皆一切法等於 無此就是沒有開始的時候 這個世界裡邊 所有東西都是平等的 沒有任何的差異性 於是有一個想法裡面 這個是佛教的比較微妙方式 就是這個世界是因為 我們對這個世界裡邊 有一種分化 虛妄分別 這個我想我要補充一下 一些現代常識 就是說 這個是《維摩蠍經》裡面說 就是 究竟這個善不善屬為本 這個世界的煩惱怎麼來呢 他說是身為本 就是身是某一種字 我身體 現在身以屬為本 那身在哪裡呢 他說這個身在欲貪為本 這個就是無名的 欲貪以屬為本 他就說這個是虛妄分別 虛妄分別是因為 背後的顛倒想 那顛倒想又怎樣呢 一路這樣穿下去 但是我們可以這樣用 現代一點的意思就是 可能我們有生命之後 用西方式的 我們基因或者什麼都可以 有生命之後 我們就想存在 存在這個可能 很基本原初的欲貪 一用欲貪的時候 它又有一個很簡單的方式裡面 分開我的和非我的 這個杯是我的 和不是我的 這個過程裡面 就構成了一種 普通佛教說的 貪親癡的那些 對每樣東西有所擁有感 所以 《金剛經》裡面說 這個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就是很龍頭 很龍叔地說了 這個說話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就是 當我們修行到某個階段裡面 都能夠一切都平等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所有的差異性的東西 是平鋪的 但它裡面 有一個很微妙的偷步 我覺得 就是它沒有說到 它世界點來 因為 它世界點來 某時候就是 用中國人的說話 平地起倒堆 平地就本來沒有的 一切都是平等的 但因為有生命的時候 我們分化的時候 就覺得有外在有外在 於是這個世界就開始 出現了 我們有一個所謂不同的事物的產生 差異性根源來說 都是一種虛妄分別 所以似乎佛教 不是回應一個宇宙起源的問題 它似乎更多是說 我們怎樣跟這個世界有一個區分 認識 然後令得我們實踐上 產生一些痛苦 始終都是返回一個實踐的層面 去回答世界為何有些東西 所以它好像真的沒有回答 宇宙起源的問題 它最初 原始佛教佛堂有一個 叫十四難不答 其中這個世界有開始 沒有開始等等 它又覺得這個 後來自如經所講 這個不是真實生命的問題 當然我們讀字學 有時候會挑戰 但我覺得 我不明白 即是它說 你已經中了箭了 你還去問誰射你 那個人姓實名誰 知道箭用什麼做的 箭頭是金屬哪種金屬 這個多鬼魚 你最好快點拔箭 和醫治了箭箱 好像佛教很強調那種本末輕重 即是你現在好像剛剛阿超這樣說 你中了毒 你現在人生有苦難 你當然解了苦難 你當然是夠苦夠難 你走來問我 宇宙起源做什麼 從哪裡來 這些問題就會變得好像 沒有那麼重要 挺屈肌的 哲學心靈就不是那麼容易滿足到 這種答案 即是我經常都覺得 很多時候佛教 他最後的殺手間就是無此時來 譬如我們說 根本無名是怎樣來的 什麼時候來的 是不是阿當夏娃墮落的時候有無名 他說不是 無此時來 即是都不知道由什麼時候開始就有了 所以他 不過有一個可能是 比較複雜一點 到波野學裡面說的 就是時間的開始 時間有一個開始 但我們的時間都是一個終結 我們今節的時間終結又到了 所以我們下節繼續回來 《哲學有計談》 最後一節《哲學有計談》 剛剛上一節 陶先生在時間結束的時候 就提到時間的開始 我之後就交時間給陶先生 講一下時間的開始 即是說 佛教要解答這個世界怎麼來 始終有點困難 有一種方式就叫做無名風洞 十二恩怨裡面有無名行色 就是無名一個開始 但無名又怎麼來呢 總是會有一些叫第一恩那種思維的模式 如果有無名怎麼來 有一個推出來的 佛教我想它是一種 始終是宗教 宗教來講到某階段裡面 始終我想一般佛教徒 都會將佛陀看成好像一個大能的 或者是很早已存在的 或者是用一個無限時間 印度人最厲害的這個方式 就是無限推出去 無共無盡 這個世界根本不知道怎麼開始 然後又中間安頓 但是如果我們作為佛學 覺得這個問題似乎是 是仍有待解答的 這個是我們的態度 我想我們也解釋了 關於一些佛學的基本理念 但我想其實有些人 都應該會對佛學有些不滿 即是覺得他們一種 這樣看世界的方式 或者帶出來的實踐 其實都未夠圓滿 可能有些東西值得去斟酌 那會不會有這方面的想法呢 我又想先說一下 即是圓不圓滿一件事 我想任何的哲學也好 宗教也好 他總有他的所見的 或者他有他的聖場 我這裡想給一個道具 大家猜猜一下是甚麼 全知道了 你上課聽我說過 如同陀生 猜不猜到這個東西是甚麼 我在日本買的 一個佛像的頭 是的 但是拿來做甚麼 知不知道陀生 知不知道 指鎮是嗎 指鎮 即是這樣回答 沒有甚麼切學味道 好 其實這個是拿來給你發洩用的 你一生氣的時候 你可以捏它 聽到嗎 是嗎 我很欣賞佛教 他們說的一個概念叫方便 即是開一個方便之門 即是有些東西不用那麼死固固 即是不用那麼外板 不用那麼保守 即是你說佛是很值得尊敬 但是你一樣可以 如果它幫眾生宣洩到它的怒意 其實都是好事 即是我們就讀開瑜伽 我們很難想像 我們會有些產品 弄個孔子頭出來 一生氣便死了 孔子 很難會這樣 所以我覺得佛教 當然你可以說它有它的限制 但是我欣賞它的個人之處 就是它有一種很強的包容性 是嗎 還有它那種傳達的方式 即是你的意思就是很具大眼性 是啊 還有對著不同人可以說不同的東西 沒錯 尤其是譬如我們讀開哲學 就很看不起那些人 莊香拜拜菩薩 但是問題是你想想一些 你想想一些 你叫一個不識字的老人家 去講龍樹菩薩的宗倫 講那些論證 他怎麼會讀得明白呢 所以如果他能夠莊香念佛 起碼都作少些口頁 你放口拿出來講 念佛經你都不會講粗口 還有佛教的角度 宗教的角度講 你的修行不是只有一期生命的 你這一世裝多些香 念多些佛 下一世又高級了 可能就讀了哲樂系 就可以讀一下佛經 我想我也做了很多世好事 是啊 所以這個方便力 或者包容力 是我很欣賞的 不過有一個批評 我想法是宋明瑜 因為當時瑜伽和道家有些緊張 宋明瑜呈明道有一個批評 他用瑜伽的角度來講 就是佛教或者道家 都是有些少少敬以直來 缺乏異議方外 敬以直來就是他有修行 令到自己內心很純正 但是缺乏異議方外 異的意思就是 瑜伽所說的異不容辭 引伸來講就是 對社會的問題 政治經濟這些問題 佛教似乎 當然他都可以說方便說法 但始終他是一個捨離精神 對現實人生 是有一個比較距離感的 你說到的方外 即是外就外在世界 方就是始不正歸於正 即他不夠方正 我要去更正世界 這個沒有那麼積極 有種比較出世的感覺 他有人間佛教這類 但我覺得意思就是 他對這種慈悲 他有少許陰性 這個講法可能對佛教徒 不太尊敬 但所謂陰性的意思 他是很重視寬恕 很重視包容 但有些東西 有一個例子裏面 這個是原裝在大唐西瑋記裏面記載的 他說去到印度的時候 竟然有些人告訴他 當時的波斯後人 殺了阿玉皇以後的佛教徒 一億二千萬人 這個例子我明明看佛經 可能是誇張了 原裝就聽到當時的想法 其中一個理由就是 因為佛教徒不斷說那種犧牲 包容 甚至是不予以殺戮 甚至不予保衛自己 於是想用這種犧牲 感動波斯後人 但結果被人殺了很多 所以這個有一個很悲慘的故事 就是佛像的故事 本來佛陀死的時候 就是保留了法論 不要拜他 不要偶像崇拜 但到這個階段裏面 那些佛教徒 需要掛念佛陀 就開始造仗 希望寄託那種心靈 但我作為一個外行人 又有些問題想問 剛剛提到慈悲的概念 我又想理清一下 究竟慈悲的意思在哪裡 或者它的根據在哪裡 因為我們剛才一直說 又是原理性空、空性 世界實上是沒有一個我 沒有一個不應該執定一個我相 用陀生對的提法 但另一方面 剛才陀生有說到 我們很強調佛有一個安頓生命的作用 就是他會強調慈悲 他會強調去掉一些苦 那樣的東西 但這樣會不會很奇怪呢 就是我們一方面又要說 其實沒有實相的 沒有你、沒有我的 這個世界沒有一個不變的東西 但一方面我們又要說慈悲 慈悲首先要有個我去做 去慈悲其他人 另一方面就是有其他人 對,對象 那會不會內在也有一點點張力 還有我做一點點忍生 就是我們經常都會說 紮善固執 如果一些對的 我們應該固執地去做 堅持地去做 但如果慈悲是對的 對佛家來說 應該堅持 但又好像很違背去基本的宗旨 這個不止有我、有他者 甚至乎有某一種我側 那會不會出現這些問題呢 表面上有的 但你留意慈悲有一種描述 就是慈者喻愛、吸喻愛 悲者連其苦之心也 它是從一個菩薩的角度 即是修行的角度 見到眾生裏面 陷在一個顛倒上、貪真痴裏面 於是他要表現那種弘緣 有一個模式去描寫 又是《維摩揭經》 描述這個菩薩的方面 這個文殊菩薩問《維摩揭》 為什麼菩薩都這麼高境界都會病呢 都叫《文殊問疾》 《維摩揭》回答 這個菩薩就好像父母一樣 當他的子女病了 他每夜都要關心他 幫他穿衣服或者善良 因此這個菩薩也很累 有病 用眾生的病倒映在菩薩裏面 這個很有趣的 大乘佛教裏面的 就是流滑潤生的觀念 菩薩不是一下子跳離世界獨善其身 而是保留著某些疑惑 去滋潤眾生 去讓滋潤眾生的痛苦 所以這套實踐上 其實是很宏大的 所以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因為剛剛阿玉說 要有個我去慈悲他者 好像有我有他者 那就有執 但我想陶先生的意思 會不會是當文殊菩薩 去關心眾生的時候 他不是執著於我自己 亦不是執著於眾生 他純粹很自然地做 所以就沒有那個我相 也沒有他相 會不會是這樣呢? 我不知道有沒有理解錯 我想這樣簡單說 這番言經有個想法 就是這個心佛與眾生 是三無差別 但他的意思裏面就是 因為眾生的苦是一個顛倒想 這個世界的苦根本 不是真實存在的 而菩薩方面 將它超渡的時候 到時眾生 所謂在煩惱之中大海的眾生 和菩薩和佛聖 其實三個都沒有參與 到各個階段裏面 又是他喜歡說的 如如平等 我想這個是慈悲的最高境界 叫做無緣慈悲 緣都是緣分的緣 其實是沒有對象的慈悲 其實如果打個比喻 就是那裡有樂業 到那裡掃 沒有所謂我拿著掃把 掃到那裡掃 這個境界很好 這裡開始是禪中 剛才其實我們提過一些佛家和儒家的對照 好像儒家對於現實要有一個很實質性的介入 就是在罵飢荒 小朋友沒有飯吃 你一定要給他一碗飯 你不能用莊子之餘之樂的方式 我觀照一下 那條魚很快樂 這個總不可能 佛教似乎在這裏 就有一點中間落脈 他又想要一種灑脫 或者一種撤退 或者抽離的解放 但是他仍然是對世界有悲憫 想要一種菩薩式的所謂凡卿大用 這裏是否屬於尷尬的中間地帶 是的 這裏是尷尬的 這個很可能是 我們怎樣叫佛學呢 就是覺得欣賞佛教這種開放性 就是說有些事情 未必是某一個自由可以完全處理的 甚至這種開放性包容 用佛教的角度來說 就是對一切的哲人 對一切偉大的人 都是為了眾生 而有的方式 包括柏拉圖 包括阿里斯多德 包括孔子孟子 從這個角度來說 是一個共業來的 就是說我們需要 這麼多的哲人 其他人一起對人生做一個反性 但是到目前為止 可能我們沒有一個最後最後的答案 這個不要緊的 這個不是表示 就是我們 如果用另一個角度來說 就是我們覺得佛教已經最後 或者基督教已經最後了 甚至某個宗教已經最後了 所有的真理都包括了 我們發覺和我們人類的歷史 好像不太協調 人類的歷史始終還是不斷修正自己 佛教來說 他可能未必可以解答到世界的來源 那個問題 但是不是表示他有所欠缺 其實回到剛才第一節 阿余有提到的問題 佛教的個人之處在哪裏 你覺得能否答到你的問題 緣分都沒有 緣分都沒有 我想那個意思會不會是這樣 陶先生的意思就是 似乎我們關心的那個佛家 關心的重點 其實未必是那種實踐問題的介入 每一個學問總有一個方向 不能夠所有東西都能夠解答到 而佛家最精彩最厲害的地方 就正正不在實踐介入 而反而是教我們怎樣去解離 怎樣去解決那些共業 所以在這個地方才是出彩的地方 而我們應該關注的是這個地方 亦都是這個地方 所以令得他和黎儒家、道家有一個對比 所以令得他在這個現代這麼精彩 會不會是這樣的意思呢 完全贊成 你說完就贊成 是嗎 但是我想再問一下 如果再進一步 會不會這樣 所以回到來說 其實如果對現世的關懷 他給到的一個作用是什麼 就是 例如他會提醒你不要有一種對象 不要有一種我執的關懷 對這個世界 因為很容易我們關心這個世界 就會紮善固執 就是很執著 而且很多時候我們做了好事 就覺得自己很有功勞 天下我有 這個其實應該要放下 所以你做主持做得這麼好 都要放下 都要放下 我想不只我做主持要放下 其實今集觀眾都要放下 因為時間又到了 下次回來照合計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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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